赤爾諾貝爾是30周年 今天有新聞去調查發生什麼事 他說不知道赤爾諾貝爾附近有一條村 當時因為核電廠爆炸時有分四個等級 那些村是第一等級超糟糕 第二等級就第二糟糕 第三等級就第三糟糕 第四等級就沒有那麼糟糕 第一等級到第三等級的村莊全部被隔離 要搬走說這裏不適合居住 全部送去第二個地方 唯獨第四個等級就很慘 因為就慢慢緊 又未至於很污染 被核輻射污染得很厲害 又未至於就完全沒有事 那烏克蘭政府就不知道什麼派人 密切關注就是監視他們 那他們就經常會有些人去定期檢查 檢查他們的健康狀況 當時一開始的草居是怎樣呢 就是牛隻 牛隻會給什麼營養素 或者什麼東西打針 他說要啪在牛上 因為要拘除那些輻射 通常是點還是什麼東西 總之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就說什麼什麼咪咪咪劑 這樣就把牛子打進去 因為他們要吃肉類 那那裏的村人 那那裏的牛就要負責拍針 而且兒童也要的 小時候的甲狀線是會有問題的 如果你有輻射有問題 就是為什麼要拍電呢 那些小朋友為什麼要拍電呢 就是因為他甲狀線出事 還有一些免費午餐 因為經濟環境差 還在哪裏有空 在那裏做生意等等 很多物資都要運過去等等 但是後來烏克蘭經濟不好 這些救援措施 不知道什麼做就做一下 就突然間不做 那就麻煩了 那些人就沒辦法 就被捕著牛 沒有再拍針 就是你要吃那些輻射牛肉 兒童也沒有繼續藥物治療 甲狀線有問題 但是又沒有人理 因為沒有錢 那裏是一些農民來的 那怎麼去首都基府醫病呢 沒有機會 那麼 食物又不夠 怎麼辦呢 因為他停止了什麼免費午餐 本身就是每人兒童 會有免費午餐的 那怎麼辦呢 他們唯有在那裏森林找食物 就在村莊附近的蟲林 那找些什麼食物 什麼野果 什麼野莓 那野莓有什麼問題呢 當然就是核輻射超標 輻射含量超高 超過兩倍至五倍 那有很多問題 但是他們又沒有食物 所以就要吃那些核輻射含量超標的食物 媽媽也說沒辦法 我說也不想煮這些給她的 但是我說太餓了 沒辦法了 因為日本出了事都說沒問題 烏克蘭有什麼好怕 這些就告訴你 根本沒可能沒問題 就是告訴你 烏克蘭 跟著說什麼 之前說做個石棺 有些人 我順帶有些新聞 做個石棺就用20億 跟著說什麼 香港高鐵用百多億 石棺是封住整個什麼 什麼赤爾諾貝爾 什麼什麼核電廠 就用了20億 跟著說你建高鐵 居然可以建百多億 當然有些人在那裡笑 就說什麼有什麼可能 你做救援措施 你才用20億 你為什麼用百多億 你知道石棺也是蓋不完 蝴蚀 一樣會滲出去 定期又要再倒一次石屎 總之就會不斷蔓延 我印象就是這樣 石棺貝爾大鑊很多 有什麼分別 那兩個都是核電廠 我不肯定 有些新聞說日本也差不多大鑊 你知道嗎 一樣 大陸說建幾十個核電廠 你又怎麼看 我一向都不喜歡核電廠 我一向不喜歡核能的東西 都不喜歡 很過激 有些人就說什麼核能 就是什麼 省電環保 石油就會噴廢氣 怎樣怎樣 就是不好 那些核能才是最最環保的發電措施 大哥 你爆一次就糟糕了 現在在說 你慘了 你可否保證電器 你電腦用幾年都壞 核電廠這麼多零件 一旦一旦一旦壞 就爆炸 你知不知道 現在切爾諾貝爾 現在那些核射的問題 都是現在解決不了 就算蓋住了 遲早都是 都是會有事的 你知不知道 沒有什麼天災 用是不錯 你說那個地方沒有天災的話 用核能就沒事 不一定的 誰說 有意外 意外 很難說 切爾諾貝爾 就不是天災 你還是會爆炸 對不對 有人說什麼 你這個點子很低能 跟不知道的 私人一樣 我哪個點子低能 我想問有什麼問題 我說哪個點子低能 核輻射是有機會有問題的 核電廠 任何機器都是有意外的 你夠膽說 你可以確保哪一步 我保證這一步是從來沒有可能 標機都回答你不了 這麼厲害的 Window 都是這麼多問題 誰 啊 朱伯克 隨便一個 喬布斯 我問你 你Mac是不是 喬布斯 Mac要求很高 Mac都會輕輕 你有沒有用過Mac 都會輕 都是有這個問題 輕輕 現在當你輕 那你都是用電腦運行 那些程式 當你輕一下 突然間那個溫度 升了200度 那你怎麼搞 立刻爆 就是這麼簡單 那道理就是這樣 是不是 有可能壞 等於不起 那什麼都不用起 你現在那個危險 是很大 你現在不是這樣說 你電腦壞 那你買個布 你客電廠一爆 你可不可以建一個國家 你可不可以建一個地球 你可不可以自己住 不糟糕 最大的問題是可能你沒事 你那些子孫 在那裡痛痛苦苦 啊 當年我阿爺 愚蠢的支持 什麼核電 床 埋怨你一輩子 蛤 變成Mac Max的世界 生不如死 更慘 大哥 對不對 這些 核能的東西很嚴重 鬼佬一向大把人都反核 一向不應該起大把環保組織 都是這樣說 核能很危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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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clear 一向都是這樣 那你說這些是有商隔餘地 有很多爭論的地方 那你肯定不要絕對統一意見 就是觀點與角度 但是後果就很嚴重 哪一次 我都猜到 講講一下 通常就是說這些 什麼外出都有意外 什麼鬼 沒有話要說這些 外出有意外 機會率是多少 還有那個受傷程度 對呀 是出街有意外 有些人不小心遇到 就被人一刀捅死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可能性 的確 但是你現在核電廠一爆 你就不是一個人 一個人死 那麼簡單 有牌來搞 而且禍言的時間 是很久 代價都很大 就不是說這些 這些是有很多 討論的空間 日本福島有請人隨客 不知多少萬日圓 包食包住 就怎樣怎樣怎樣 那就怎樣 那些死事 一向都很辛苦 當然要包食包住 這麼高危工作 做什麼 當然要人工高 難道最低工資 每小時100日圓 找鬼去做嗎 現在會有機會生癌症 你知道嗎 有人說沒有核能電費 不知加多少倍 你香港的店都是買石油 香港電燈公司的石油 其實有很多 你知道嗎 那些什麼中東國家扣起 石油和食物的產量 你有沒有看 你有讀卓假就知道 有些人 為什麼有些人會飢荒 根本不是全部 如果你計算全國 全地球生產的食物 根本是足夠不知幾年 全世界的人吃都夠吃的 問題是有些買賣炒價 或者物價問題 不是那個供應量 知不知道 還有用少一點電也好 環保一點更好 點蠟燭 更好 暫時停電 我在中東也經常停電 還過濟 有人說什麼 我亂說24次 神經病 哪有什麼亂說 有很多人說我什麼亂說 不要說這些 教壞小朋友的詞 哪有教壞 你是支持核能的 你們是核能派 好 那你就支持核能 沒有所謂 一向都是這樣 不同派別 你就繼續支持核能 以後 好像香港也要建 什麼附近 大陸要建 你記得 多謝他 多謝你啊 快點建 快點建 建越近越好 便宜一點 建在你家裡 最好我家裡建一個小型核能發電廠 更便宜 裝一個 快點要求 希望普及這個技術 你說 麻煩我在家裡裝一個 在我家裡 對面花園 就馬上 對面籃球場 不要建了 建什麼籃球場 建一個核電廠好過 你就這樣說 最好 記得 記得這樣 知道嗎 有什麼小器 沒有小器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有時候說我亂說 然後我說你支持 那你就支持了 我沒有 那就是這樣 我都說這些 沒有絕對 我說一定對 這些不是非黑即白 我也說 核能是最有效率 那些人就是這樣說 我一開始也是這樣 我沒有否認 他說這個效率是高一點 點點點點點點 那你說不如不要建核彈 建核能 為什麼要搞這麼多 又說什麼 影衰香港 要香港大學 什麼不支持 就是支持 那這些 現在只有兩個 可能性 我剛剛在討論 有些說支持核能 有些不支持 然後我就說 我又不支持核能 然後你們就在狂話 狂話我亂說24 然後就說什麼不支持 就是對家 那是怎樣討論呢 就是好像你辯論比賽 就是正方和反方 是這樣的 沒有一個對 一是起 一是不起 這一點就沒有一個中容之道 一是就起核電廠 不能說起一半 我起一半個核電廠呢 那你就有這個討論余地了 你就可以說 喂大叔 喂 啊 為什麼你這麼小器啊 剛剛說 你什麼什麼 就生氣啊 非黑即白 因為這件事 真的是非黑即白 要是起 要是不起 好像吃飯 去廁所 嗚尿 嗚人不嗚 嗚一半 停在這裡 做不到 FILM 是不可能的事 知不知道 幾人休天 那現在是不是爆了兩劑 現在有兩個核電廠爆 那是不是叫幾人休天 是沒有發生過的 你就可以說幾人休天 那現在是不是爆過 現在我是戰群魚 我是一個在抽幾千人 但是我還是輕輕鬆鬆 而你們有面紅耳赤 哈哈 我就 哈哈 我就好像諸葛梁 笑笑口在那裡說話 你們就是面紅耳赤 當然說不定 有什麼小器啊 什麼影衰 影衰香港大學 支持起一半 對呀 起一半就更危險 不撒不吊 爆硬 沒有安全措施 一定是核爆 日本人自己也想廢原法 對呀 日本人自己 哪個東西都知道 你還沒哪個東西 就這樣說 你怕電費貴 還是怕沒有 我給你選 當然寧願要 健健康康康 好過 這件事就是這樣 發電也有很多其他方法 發電 就算你不用核能 你不就用其他 現在都說 最好就是用太陽能 這些再生能源 最好 這些是最好的 鬼佬在做 這些應該自己想方法 用一些無限的東西 最聰明 什麼風力發電也好 什麼水力發電 這些最聰明 沒有人吵 沒有人敢 你半句 對呀 什麼 沒有效率 那些 自然肯定是這樣 但我安全 而且無限 無窮 無盡 這些是最好的 最沒有 沒有東西好討 這些 還有沒有人說 不應該 蓋太陽能發電 不應該用這些 再生能源 用什麼再生能源 點點點點點 有沒有人會反對 你們是不是很喜歡包吵 我想看看 你們應該說 吃屎 再生能源 會不會在那裡說這些 隨便什麼力發電也好 有些 自己叫人踩單車發電 什麼東西都行 請一堆人負責在那裡踩單車 提供全球 更好 幫幫那些人 所有想減肥的人 去建這份工 慢慢去幫全世界發電 更好 做成堆 吃屎 再生能源 磁馬 怎麼會 我可以試一下 你可以試一下 用屎來發電 你想想 試一下 點那些屎 好像有試過 用那些 墳化爐 點下去 也有試過 用這些 又說核能很成熟 那又怎樣 成熟不好的東西 成熟有鬼用嗎 很renewable 再生能源未成熟 你就搞成熟 浪費多點心機 還研究什麼核能 再成熟也有機會有意外 你現在汽車成不成熟 飛機成不成熟 也一樣會爆 多成熟也會有意外 噢 電是最便宜 最環保 沒得你不用 有些人就說 有人說核能未成熟 當然是可以用的 現在這些大家 口同鼻咬 再說下去也沒有意思 你們已經是談到 你們是沒有辦法 好像我討論 你們是沒有辦法做到 諸葛亮這些境界 你們要慢慢修煉 一討論這些東西 一辭相反意見 你們立即面紅耳赤 立即想砍人有刀 你們就很容易這些 我永遠聊聊聊 你們有些意見也對 我就會這樣 你們不懂得討論 你們不懂 好像那些 談笑風聲 周如什麼 談笑姦 長老灰飛燕 你們就沒有辦法去到這個境界 水驚人八旗 見你們再修煉一下 讀一下 念一下佛經 一股臭的時候 立即看看 那些什麼 觀字在菩薩 心波野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雲皆空 射利子 識不移空空不移 識即時空空即時 空即時識 道一妻苦厭 歌華就永遠念這幾句 你以後一面紅耳青 你自己就默念這幾句 包你立即情水平 很多時候有些事情是沒有結果的 何須一定這樣 沒有可能逼到對方 一定要服這些事情 有時候就是這樣 有不同意見才有意思 全部人同一意見 有什麼有趣味 人和人交流 是這樣的 要不要聊到面紅耳赤 對 有些人說香港用什麼電 不就是加來電費說這麼多 傻呀 電費這些擔心這麼多 是不是都加了 多貴多貴 有便宜過嗎 大哥 現在你自己發 除非你家裡發明太陽能 你可以說出你什麼電器 電費這些事情 哪裏你作主 你有權干預到電費 用核能 你試試用核能 看看是否真的便宜幾元電費 你試試 你輸得也夠敢賭 你是不是一樣 我建核電廠不用錢 由於核電廠有很多保安 怕它爆炸 我們又要投放更多資源 如此類推 做生意的 會和你這樣說 有啦 便宜 地鐵又不見它 地鐵又賺錢 又加價 加車票 沒有什麼 這些是什麼費 什麼費 從來不是因為 因為這件事 什麼成本什麼什麼 通常都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喜歡加吹 我想多賺一點 就是加了 考納名目 大佬 事大正 什麼什麼費 事鬼蛋 有啊 加了 對不對 不用 大家不用 濃吵 你們不需要談到 面紅耳赤 互相 但我也想知道 為什麼 你們在哪裡看到 什麼核能 好 我就算看小學的教科書 都說什麼核能有風險 但是你們好像對核能 好像覺得核能是很美 很核就是在一起的 我有一種 我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你們覺得核就是一種 新世界的光明 那種感覺 我反而想知道 你們怎麼認知 核能這件事 你課書教 你課教你核能 就是 你意思是想分清楚 什麼文科和理科 你意思是標榜 標榜這件事 小學常識書都沒有 小學常識書都說 什麼力發電 什麼力發電 有好有不好 就是這樣 風力 他就說什麼 作假都有搞 這些 風力什麼效率低 但是 什麼環保 之類的 核能 什麼效率高 但是什麼 就會有機會核爆 就是這樣 通常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的 教導 說別的 免得你們打 找些什麼 對方那些人名 斬人 好像大陸那些 一會兒 記下他 什麼username 然後拿刀 便宜 我怕你們再說下去 沒有辦法控制到自己的情緒 你沒有我這種 沒有我這種 這麼寬容的 談論的態度 我怕你們再說下去 拿拔刀 記住 這傢伙支持核能 這個人不支持核能 大家互忌分兩派 然後在批鬥 無謂做這樣的事情 啊